10日美国股市收跌 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4.66% 科技股集体开低走低 贝格六大科技股中 费花旗下调评级至中性的脸书 跌超4% 亚马逊网飞和同样被花旗降级的 Alphabet跌超3% 苹果和微软跌超2% 台积电ADR收黑3.8% 彭博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计划与大型企业举行线上峰会 讨论全球半导体短缺问题 包括台积电 英特尔 三星和亚马逊等巨头 都受邀与会 谢股媒体The Information 周一公布与人权团体 共同进行调查 声称有7家苹果公司 在中国的供应商 移设新疆维吾尔族 穆斯林和其他被迫害团体的 强迫劳动 包括连展 利逊 德润 彭顶 康书 中南创发和东竿精密 美国输油管道 营运商殖民管道 遭勒索病毒袭击 造成美东输油管关闭 但殖民管道表示 渴望在本周大致恢复运作 而美国潜在的需求增长 支撑了市场 国际油价 周一上涨 新唐人亚太电视 整理报道 美国人亚太电视